現在進行委員證明中等提案增訂第九條之四 請宣讀條文 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 應由中央政府補足之 並不受預算法第五十三條 有關公債收入不得充 經常支出之用之限制 宣讀而畢 張一美委員聲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第一位請邱顯智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針對這個九十四的部分 不知道我剛剛其實有談到 不知道曾明中委員有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當剛剛曾明中委員在說 叫其他的同仁認真一點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說可能你也要認真一點 因為這個房屋稅跟地價稅 我其實有做過研究 在SARS的時候 SARS的時候就有經過交通部去補助 房屋稅跟地價稅各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查出這個SARS的部分 他有相應的這個做法之後呢 那我們也跟交通部的官員 就是說洽談過 那也達成了一個就是說 往這個方向做的這個方向 所以就這個部分可能曾明中委員還是要認真地去思考說 是不是 對就是說因為你的條文看起來是雨露均沾式的 這也是許多的同仁對你的這個稅的這個減稅的方案有所疑慮之處 那我們的這個提出的方案呢 我們是針對發生營運困難的旅館業也好 觀光旅館業也好 他遭受了這樣的第一線的衝擊的時候 然後呢希望交通部能夠參佐SARS疫情的作為 然後去訂相關的辦法 然後補助房屋稅跟地價稅各百分之二十五 那為什麼 跟你的不一樣的是說 為什麼要去對這個發生困難的旅館業跟觀光旅館業 針對他的房屋稅跟地價稅的部分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再進一步類型化的努力 因為這個旅館業跟觀光旅館業他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他會受到這個衝擊 當然遠比本來比較小的 或者是比較這個占地 也就是說房屋乃至於地價這個部分比較小的 差異比較大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就是說針對發生運運困難的旅館業 觀光旅館業這個比較大型的 然後他在遭受這樣的第一線的衝擊之後 然後為了要能夠維持他的這個運運的可能性 避免他的失業率的擴大 所以要交通部去訂立這個相關的辦法 那我們相信這樣的做法 比起與陸軍沾市的這個以這個降地價稅跟房屋稅 而且你的條文裡面那個降地價稅跟房屋稅 事實上那個設計應該是一個不可能達到的任務嘛 除非說你只是為了要倡議而已 否則的話如果要務實來做的話 應該是以我們的版本這樣的做法 比較是一個務實可行的辦法 而且也得到交通部的這個同意 以上謝謝大家 接著請廖國棟委員 陳超明委員聲明對剛才是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對今天的條例 我個人有做了一個簡單的評論 我覺得執政黨啊 只看到企業 只看到有錢人 幫他們如何減稅 如何減各種的這個費用 且很少人看到偏鄉 很少人看到原鄉 那些阿公阿嬤的生活 已經斷吹 怎麼樣去扶助他們 沒有人在管 這個非常非常不以為人 所以在這裡說明的是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偏鄉啊 原鄉啊 他們的這個年輕人都在都會 來工作 來賺錢 但是當他們的孩子 在都會失業 在都會沒有領到薪水的時候 這些阿公阿嬤怎麼辦 你們都沒有想到這個嗎 我在這裡特別呼籲 我們應該針對偏鄉原鄉的水電 瓦斯 全面 這個才是真正要為地方 阿公阿嬤 大聲一點嘛 阿里島 阿里島 好好 應該要為這些偏鄉 原鄉的 阿公阿嬤來著想 在這裡說明的 阿公阿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这里我要要求所有的委员要为偏乡原乡离岛来做一个支撑 我们在预算处理的时候会正式的用提案来提出 请大家来支持 接着请赖世保委员 谢谢主席 各位 郑明中委员提案 他真的是难得的财经人才 要批评他可以 请你仔细读条文 他是什么 受创的中小企业 受创的中小企业 没有图立什么财团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要减房屋税 减地价税 范围怎么样 办法怎么样 中央来定 我告诉各位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纾困 帮忙中小企业 帮忙一般受灾难的老百姓 中央不如地方 地方政府平均 房屋税减半 地下税减半 权利金减半 租金减半 我们的国有土地租金减百分之二十 减百分之二十 各位 小规模营业人 那个一个月 总共就收两万 两月了 他结果只有减百分之三十 这些人多少人 五十万人小规模 什么叫小规模 你们家附近的面包店 小规模营业人 你们家附近的面摊 小规模营业人 他的税大概百分之一 财政部进行核定 为什么维护不能呢 为什么小眼睛小鼻子呢 难得不能够帮忙这些苦难的中小企业 小规模营业人 就给他圈免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地方政府大方知道因为接地气 中央政府的官员坐在冷气房里面 他不用担心薪水的问题 我们就这些中小企业 就小规模营业人 就是就劳工 就就业人口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不知道 还要反对什么 最后一点 我们条例第一期第二期 充分的展露出中央的压榜 给地方政府多少钱 第一期不到两趴 第二期没有看到他们编出来 然后我们主张 托我们的血 主张按照同酬我们被设款 地方政府拿百分之十四 百分之十四交给地方政府啊 各位 接着请林楚英委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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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各位我们立院的同仁 我想面对这一场肺炎的战役 大家都会发现 我们共同的敌人 就是这个顽强的病毒 所以说 在面对这场战役的过程当中 民党政府 确实的掌握了这一次面对敌人的节奏 那就是首先我们先是防疫 纾困 然后是振兴 面对防疫的过程我想 不论是中央到地方 全民都是共同一起来配合的 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纾困的部分 纾困也是要有节奏 我相信面对困境第一线所冲击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些中小企业 或者是劳工 在曾明宗委员等人所提的 九支四条修正案当中 里面所要呈现的是 帮这个中小企业的房屋税跟地价税来做减免 但是就如同刚刚前面的委员所提到的 小面摊小企业有能力成为房屋的持有人吗 本席在财政委员会曾经就大声的呼吁 那就是身为包租公包租婆的人 如果你真的受到了房屋的减免的时候 你真正的你是房东你是包租公 那么你会把这些钱省下来 减免下来的钱真正的让这些小面摊小摊商 或是小企业获利吗 他们并不是房屋的持有者 当这种全面降税的方式 在进行当中的时候 本席担心的部分是 那么是不是肥了房东 还是苦了这些成租者 所以本席对于曾明宗委员所提的 九之四的修正条文是表达反对意见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来好好的了解的话 根据房屋税条例的第五条跟第六条 房屋税跟地价税是属于地方非常重要的裁员之一 那么这些都已经明确的规定在房屋条例当中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跌床家屋 多立一个法令来做限制 因为地方有分城市的地区的需要 也有分在乡间地区的需要 每一个地方政府 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裁员 跟他们自己的地方上的需要 来进行他们的弹性修正 这不是我们主要在中央跟地方分治非常重要的一点吗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修法能够符合实情的需要 从防疫到纾困接下来才是振兴 而纾困要输给那些真正有困的人 而不是雨露均沾的方式 然后在现有的法律当中我们再多修一个法令 其实这过程当中都不是符合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在进行修法的时候所应该掌握的 所以本席表达反对意见 接着请汤慧珍委员 主席各位先敬大家午安 主席各位先敬大家午安 今天研议的结果是不宜的 那大家都知道房屋税地价税 这是地方税 108年房屋税收是810亿元 地价税税收是919亿元 这是地方政府主要财政的收入来源 另外地方政府现行已经可以在法定税率范围内 刚刚有我们的林委员也讲过 自行调降其征收率 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负担 不需要再修法来授权赋予其减免税的依据 那另外我们房屋税地价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房地所有权人 中小企业使用的房地或为自有或为租用 那为了减免措施 如果是前面性 这个受影响业者未必获益 补贴较能使受影响业者直接受贿 按地价税房屋税为企业营运负担之一 由主管机关依本条例第九条的规例 就可以对受疫情影响给产业直接的补贴 比较具有实意 就是给真正受创的中小企业补贴 如果直接减税 减这个房屋税地价税的话 那势必引起地方政府群起反弹 向中央要求补足流失的裁员 那我相信这个中央立法地方买单 也会引起后续严重的问题 可以说是不够负责任 相信大家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立法方式 因此既然地价税房屋税为企业营运负担的成本之一 应该是由主管机关经济部以纾困条例第九条规定 直接对受疫情影响的产业给予补贴 例如水电费的减免 土地厂房租金的补贴 这个不要有实意 另外我们劳动部也对给予受疫情影响的产业 减班停班的劳工充电再出发训练计划的津贴 施政才具有实意 所以政府不宜康地方政府之凯 如果这个立法减免中小企业的房屋税地价税如此做 将会影响许多后遗症 以上说明知道增定九条知识是不宜的 以上 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都已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委员曾明中等提案条文 建议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根换中文字幕致上转弹 再称之后 不疑 再称之后 绝对 再称之后 再称之后 更加二之后 協調 表決結果出席99人,贊成39人,反對60人、氣泉0人 贊成者少数委员证明中等提案条文不通过 现在进行第十一条 请宣读条文